腸仔火腿致癌風險如煙酒 專家說不吃那麼多就行了 世衛根據全球10個國家 超過800個關於進食肉類和患癌之間關係的研究報告 證實香腸火腿這些加工肉製品 對健康的危險性拍得著香煙、酒精 甚至石、麵和屁相 列為最具致癌風險的一類致癌物質 而新鮮的紅肉被列為2A類致癌物 食得多有可能引起腸癌、異臟癌或前列腺癌 世衛還說每日平均食50克加工肉 即是大約兩塊煙肉或兩條腸 患腸癌的風險就會增加18% 肉類只是蛋白 將蛋白由於我剛才所說的高溫 過分煮熟和營製 會令到蛋白質變成癌物質 我會建議盡量減少食營製的肉類 還有一些高溫燒的肉類 不過香港人出名得閒死不得閒病 無論你上班、上學、上廠、上社至留 一日三餐少不免都會吃到 那怎算好呢 對健康不好 一個月應該不會吃到很多 其實沒什麼影響 有其他選擇 會 為什麼 因為對身體不好 有